三打筑家庄 梁山坡附近啊 有一座山 叫独龙岗 岗下有个村庄 叫筑家庄 筑家庄的主人 筑朝凤 仪仗着官府的势力 总是祈福周围的百姓 梁山好汉们 看在眼里 气在心里 决定攻打筑家庄 给他个教训 可是 大家对筑家庄 一点都不了解 就派石秀和杨玲 先去打听情况 石秀和杨玲 带了一些人下山去 可过了好久 都不见他俩回来 大家还以为 他们被筑家庄的人抓去了 非常着急 决定立刻率兵 前去攻打筑家庄 救他们出来 没想到 这筑家庄附近的地形 特别复杂 他们还没到 就被困在了一个 叫做盘陀路的地方 进也进不得 退也退不得 还被筑家庄的 小头目发现了 小头目看见他们 连忙敲着锣 四处吆喝 贼兵困在盘陀路上了 贼兵困在盘陀路上了 一转眼 就见毒龙缸上 几千个火把全点着了 门楼上射出箭来 跟下雨似的 宋江急忙带大家撤退 可怎么也找不到出口 正发愁呢 突然石秀回来了 他向大伙喊道 大家别慌 只要看见白杨树 马上向右转 就能走出去了 原来呀 石秀出来这么久 是去打听 这盘陀路的情况了 有了领路人 好汉们终于走出了盘陀路 到住家庄村口安下营寨 准备再次进宫 住家庄主看见他们在村口安营 就故意在门口竖起两面白起 上面写着 填平水坡擒潮盖 踏破梁山捉送江 好汉们一看气得要命 连好脾气的送江 也发火了 不打破这住家庄 我永世不回梁山坡 宋江一声令下 好汉们率领人马就冲了上去 可那住家庄早有准备 他们从城楼上推下许多大木桩和大石头 挡住梁山人马 又派了两只人马从城楼两旁杀过来 宋江没办法 宋江没办法 只好再次撤退 就这样 两次攻打住家庄都失败了 宋江发起愁来 哎 怎样才能打破这住家庄呢 就在这时 有个叫孙丽的人站了出来 原来呀 他跟住家庄的老师 鸾亭玉是好朋友 他自告奋勇 愿意混进住家庄去做内应 肯定会成功的 宋江一听 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这孙丽进了住家庄 很快便取得了住家人的信任 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 过了几天 他看看时机成熟了 就悄悄打开寨门 举起火把 向庄外等着的李逵打信号 李逵一借火把 兵马兴奋极了 立刻催着五百步兵 冲进城内 在庄内放了一把火 住家庄的人乱成了一团 这边忙着救火 那边凉山好汉的人马 又打了进来 两面夹击 住家庄的兵马 被打得落花流水 片甲不留 就这样 宋江终于攻破了住家庄 也为当地百姓铲除了遗憾